988新闻线 就记录说你已经做了 它上面好像内容是说 你这一户人家有住着多少人 我那时候的印象是这样子 对它是每10年一次的 然后我们今年这一次 是刚好就在7月7号的时候开始开跑了 然后我身边已经有一些同事 就已经有收到这个问卷 然后有同事就讲 108道题很多 但是统计局总监已经有说过了 每一道题都有它的意义 所以大家就配合填写吧 积极配合 如果没有官员上门的话 那你就是上网主动去填吧 中总智库建议重新启动GST 他们说呢更低的税率扩大豁免 还没向公司委会注册 在FV招 就是网招生意是违法的 交通部长驳斥东铁改道成本飙涨 那安华就问改道的话谁获利呢 阿兹哈6月29号已经卸任 那阿兹米撒龙就是选委会的代主席 我们今天就要来说这件事情哦 选委会今天是证实原任主席阿兹哈阿兹战 就在6月29号的时候已经卸下选委会主席这个职位 同时呢选委会副主席阿兹米撒龙就会暂时代替主席这个职位 一直到新任主席出路为止 选委会还感谢阿兹哈担任选委会主席 然后其实也说到最近哦 国盟政府已经确定他们是准备在国会就体称动议 来推举阿兹哈出任新的国会下议院议长 所以看起来 对今天这个新闻一出来就有很多人说 难道是在剖路吗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最快应该下个星期就知道了 因为国会下个星期就要复会了嘛 那不过对于撤换议长这件事情呢 公正党主席安华就强调 西蒙是坚决拒绝撤换国会下议院议长跟副议长的动议 他说呢在国会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中途就撤换议长或副议长的事 那如何呢 他就强调西蒙会在来临的国会 捍卫下议院议长阿里夫以及副议长尼可敏 除了换议长的事情 东海岸铁路计划ECRL路线也可能会换了 最近针对东帝要换回原本路线的事情 就引来两任的交通部长隔空交锋 交通部长魏家翔就透露 前朝西蒙政府改变东海岸铁路计划原有路线 让这个路线就去到森美兰和布城 还有重新调整哥打巴鲁到龙运的这个部分 造成这个项目呢 被取消啊放弃啊和延迟的成本 是已经被承包商追讨超过10亿令吉的赔偿 那魏家翔就有在脸书发了贴文列举五个要点 就反驳前交长陆兆福声称东铁计划恢复原有路线 会使成本飙涨的一个言论 那魏家翔还强调说 交通部所研究的东铁最终路线呢 是还需要带上内阁会议寻求通过的 所以呢请大家耐心的等待 不要在内阁拍板定案之前就做出任何的假设 那另一方面呢 公众党主席安华他就认为了 如果国盟政府因为要降低这个东铁的成本 而重新你用国阵政府年代 弥定的那个路线就原本的那一个的话呢 那么是可以接受的 否则西蒙就会在金阳召开的国会当中 提起这个东铁的课题 那他就说之前经过西蒙政府调整过的东铁路线呢 成本是比较低的 而且呢 这个路线有经过森美兰 就可以让更多人受惠 而且也可以带动这个波德申跟马六甲的经济发展 那阿娃也说 国盟呢 有意把东铁计划重用原本路线的这个建议 等同于是抢劫 他就质疑了 这样子是否会涉及任何一方的利益呢 他就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疑问 竟然提到了安华 我们来说一下西蒙首相人选的事情 这个也真的是已经说了好多个星期了 对那其实早前前首相顿马哈迪就有推举 沙巴首长沙菲亚达成为他们的首相人选嘛 但是沙菲到现在就没有给出一个答案 到底他接不接受 今天沙菲就重申 他还没有针对这件事做出任何的决定 而他也相信说马哈迪当时推荐他为在野党的首相人选时呢 就是要解决西蒙关于首相人选课题陷入的僵局 毕竟当时候西蒙对这件事情还是优柔寡断的 他也披露西蒙还没有针对首相人选的事跟他讨论 意思应该就是说安华还没有打电话给他 对因为西蒙那边已经委任了安华去做协调这个部分嘛 那另外呢看到行动党皮立州主席尼克敏呢 他就认为即使西蒙在短期内无法夺回政权 那行动党公正党跟国家诚信党呢 就会团结起来备战来见的全国大选 不过呢尼克敏就告诉透视大马 西蒙有始至终呢 是希望可以重新夺回民选的政权 并且呢是执政到任期届满的 对于首相的课题 那执政的国盟其实就已经有初步的共识了 他们就觉得要推举摩尤丁 可以继续的出任首相 但是最近啊在巫统党内呢 好像又传出了一些声音哦 现在巫统最高理是达祖丁 他就以马来谚语落叶归根 来欢迎摩尤丁重回巫统 而且他说巫统会继续支持摩尤丁担任首相 他说摩尤丁原本就是巫统领袖 所以没有理由不接受 而且在疫情爆发的时候 摩尤丁领导国家的表现是出色的 巫统呢 当然就会继续支持他出任首相啦 那达祖丁还自豪的说 大马目前的政局不稳定 到处你看到都谣传议员跳槽啊 而当下呢 只有巫统是最稳定的 没有传出任何议员跳槽的消息 哦这是他那边的这个想法 但其实不是达祖丁而已 在这个巫统烧身的国会议员纳兹里呢 像我们之前在新闻线有跟大家说过嘛 他说现在必须要摊开双手 要接受慕尤丁回归 而在之前呢 就有消息说慕尤丁不排除会在今年举办大选嘛 那纳兹里现在他又有一个新的建议啦 他就建议慕尤丁不要解散国会 他说那就一直呢 到国会在2023年建满为止 他说呢 不解散国会是让慕尤丁有更加充裕的时间 来稳定国盟 同时呢 可以在这段期间增加外资的信心 所以他就给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啦 纳兹里有认为 其实你看土团党就是没有根基啊 在现在的阶段就是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战大选 举例这个珍妮补选 刚刚过去的那一个 他说土团党不是不要帮忙他们 而是对方没有机关 不只是在珍妮有这样的情况 全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纳兹里就认为说 要解决这项问题 还有议席分配的问题呢 其实就希望首相宣布 2023年前不会举行大选 就是不要这么快就解散国会 最近有关于大选这个确实大家就在关注 会不会随时有一个 大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 也是大家很关注的 就是这个半岛电视台 最近就被指 就是他们的这个纪录片的内容 不正确的事情 那警方早前就已经说了 会传召他们的内部人员嘛 今天就看到呢 4名员工包括了编辑 记者 剪接师跟摄影师呢 他们近期内就会受到传召到警局那边去录口供 武吉安曼的刑事调查部副总监米奥法利就说呢 警方是已经发出了传召通知给这4个人 同时呢 警方在找另外一个人的下落 他就是呢 在这一段纪录片里面呢 还有受访问 然后对大法政府做出一些不实指控的 25岁孟加拉吉男子 其实几天前就已经说过 在扫他的下落嘛 所以还依然在通缉这名孟加拉吉男子 说到半岛电视台他就因为报道 大马政府在实施这个抗议措施的时候呢 有不忍到对待非法移民 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之后呢 就有多名的部长就发起谴责 也有一名马行社的主持人 他是出言来捍卫政府的 这名主持人就叫赫琳娜 他就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呢 把这个电视台的名称 改称为 这个 就是愚昧的意思 然后还警告对方 闭嘴 那他就说 有关的报道不只是没有道德 也毫无根据 那赫琳娜他侮辱半岛电视台之后 通讯及东媒体部长 塞福丁阿多拉就有说 接到了马行社主席的通知 已经是对赫琳娜采取了行动 但就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详情 塞福丁就认为说 也许不同意这个新闻报道 但是不应该要这么称呼他们 那不过赫琳娜德 他的态度很坚定的 他就在自己的这个推特那边 又在说自己是无所谓 没什么好怕的 而且是爱国的 坚持自己是出于爱国 所以才讲这样的一些言论 好了 今天现在部呢 要问大家这个 也是已经看到的一个报道 就说到 如果没有跟这个 大马公司委员会那边注册 你就在Facebook那边呢 网络招生意的话 其实是违法的 而且呢是会被对付的 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你怎么看呢 今天给出两个选项 是 Love的选项就是说 你赞同对付为例者 而且因为这样就可以 减少网购诈骗的纠纷 那如果说你觉得 现在啊 行情真的是找生活不容易 应该要先网看一面 可以跌水 哇 那很直接的选项 欢迎去到我们的 Facebook那边去投选 那下一段回来呢 要跟大家跟进 很多经济的部分了 尤其是现在我的这个课题 对跟大家讲一讲详情是怎么样的 即日守着新闻线 988新闻线 那晚上7点44分 你好 我是冠潜 你好 我是心甲心睿 其实在行管令期间呢 有很多人都在社交媒体 直播卖产品 做起这样的生意 大家就说 是时候转型了 转型了 脸书也越来越多 有所谓的网店的买卖 那大马公司委员会 今天就有特别发个文告 就是说当局收到民众的投诉 说脸书上有很多没有注册的化妆师 业余模特儿 或者是代理 就在个人的脸书 或是脸书的group群组里头 招生意 那当局在展开调查之后 证实这些服务都是没有注册的 其实没有注册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那当局就强调啊 如果没有像大马公司委员会注册 你就去经营网络生意的业者或公司呢 其实是抵触了1956年商业注册法令的条文 那一旦罪成呢 是会被罚款的啊 不超过五万令吉 或是坐牢不超过两年 或是两者兼施 所以那这个大马公司委员会呢 就也促请民众 如果你发现这个商家是没有注册的话 你要特别小心他们提供的服务 可能会涉及诈骗啊之类的 所以避免日后出问题 当然如果你有就是疑问 或者是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的话 就去到大马公司委员会的官网 也就是www.ssm.com.my 是说到买卖啊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的社会经济研究中心 SERC 其实有提议政府 在整个经济复苏之后呢 要重新启动消费税GST 以更低的税率和更大范围的豁免 来避免对消费情绪带来影响 那这个中心的执行董事李星玉就认为说 政府原定的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已经超过原定55%的顶线 因此政府可能需要到国会寻求调高这个顶线 比如说调高到60% 而重新推荐消费税呢 就可以帮助巩固政府的收入基础 李星玉也说 最重要的就是给政府更多时间来教育人民 落实消费税的理由 他是这样子说的 究竟会受欢迎或是不受欢迎 其实似乎你如何处理 其实这样子的税制确实 因为一换的话 那个影响会很大 很多商家对于人民来说 都是会有影响的 那与此同时 这个SERC那边也预测 我国的失业率攀升 其实我们还没有到顶峰 会在第三季度结束之前到达顶峰 而早前呢 那些曾经获得就业保留计划 ERP援助的人士呢 可能会再一次有这个失业的风险 那我国的这个失业率 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 是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新高 也就是5% 而失业人数呢 其实也增加到大约80万人 但是呢 这个中心就预测啊 如果到最糟糕的情况 失业率是会去到6.5% 而那如果这个情况变比较好的话呢 也可能会是5.5% 就是说比那个新高的记录 还要更高一些的 那就认为说 其实整个劳动市场呢 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情况 因为它是支撑着国内的消费情绪 是 至于国内升上总值的部分呢 SERC就预测 我国GDP会在2021年 取得5.5%的增长 假如表现超出预期的话呢 甚至可以去到6.5% 那李星玉就认为 我国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 受到严重的冲击 预料是比去年萎缩11.5% 这反映了5月期间行管令的效果 那第三季度呢 也预料会持续萎缩3.4% 但是在第四季度的时候 预料又会取得2.2%的增长 所以它有比较好的感觉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乐观的一个前景 那国家银行其实昨天 前天也宣布今年的第四次降息 就是到1.75% 可以说是创2004年以来的最低点 不过其实国际调研机构 惠玉的惠玉研究就有预测 国行可能会进一步的把隔夜利率 OPR降低到1% 来刺激消费市场 所以意思是说还可能会再降息 可能甚至会调低多75个基点 这是其实非常多的 这是他当局的预测了 那惠玉在这个最新的报告当中 其实有提到 我国政府呢 其实现在还是面对着这个财务的限制 所以呢只能通过这样子的货币政策呢 来支撑经济成长的 那说到这个部分 降息的部分 会不会是一件好事呢 对很多人都在问这种东西 大马福联总会会长 总会长林福山 他其实有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呢 基于多个因素 比如说银行他会收紧贷款的条件 所以导致人民对政府宣布的优惠 其实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就是说 虽然是好的 可是你基本上你不会有任何受贿 所以看到动不到 对 他就解释 你降息意味着银行的定存率 还有基本贷款率和基本融资利率 也是会跟着降低 那乍看之下 人民是可以通过贷款来买卖 刺激国内的消费 可是事实是与 跟事实就是 他不符合正比的你知道吗 他就举例说 最近收到会员的投入说 业者想跟国家同进退拼经济的时候 银行方面却拒绝了他们的贷款申请 所以呢 即使说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好的 可是我还是得不到贷款 OK 那现在我们看来 在国家经济的部分呢 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复苏 可是呢 旅游业的似乎是已经逐步回谈了 看到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南希 他就说呢 在国内旅游的带动之下 旅游领域目前呢 是逐步出现反弹的景象 包括说呢 上个月酒店的住客率呢 是已经达到大约31% 慢慢就恢复人潮 其实就是像让之前的疫情 因为就冲淡了我们旅游业嘛 很多的业者都受到冲击 就是现在好像慢慢的恢复了 他就说呢 今年3月啊 我们的住客率是只有大概18% 4月份呢 跌到不到9% 5月份呢 有条件型管理的时候 其实也大概超过9% 一点点而已 到了6月30号呢 就慢慢回谈 就显示大的时候 好像感觉已经是时候是安全的 就是在国内旅游这样子 是所以大家有空的话 还是可以住地区 就可以去刺激这个国内的消费 但是呢 前提还是要在这个 大家都有卫生意识的情况下 社交距离啊 等等的 那其实很快呢 你也有可能可以享有这个娱乐活动 而且是什么 我有期待哦 有趣哦 国防部高级部长 Ease Mike Sharperly 今天就宣布 执行复原期刑管令部长级会议 就同意允许露天汽车戏院 Drive-in cinema的申请 但是业者和观众都需要遵守SOP的 包括在电影放映的时候 观众只允许在各自的车里头 不可以下车 总之你就在车上看完整部电影 那食物的销售都要线上进行 那领取食物方面就用得来速的方式 Drive-thru的方法 现场也需要有安排这个志愿警卫 对RELA维持秩序 那不管怎样有关当局会进一步的 就去详细的列明汽车戏院的SOP 也希望未来成为这个行业的指南 其实在国外这个东西已经是算盛行的了 很多 包括看到什么毕业典礼也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一直很期待会有这样子的方式 现在韩国还有在汽车 演唱会这件事情 对他是在户外的 所以可能以后我们就也会有这样子的娱乐了 那现在要说一下教育的部分 因为随着各源流学校 下个星期三就为分阶段的复课 其实教育部也调整了有关寄宿学校的复课指南 暂时是只允许明年的硬考班 也就是中四到中六第一学期的学生复课 那中一到中三的话 是在八月三号复课在那之前是继续线上学习的 那教育部的文告就有说到 提到的受影响的寄宿学校是包括了全寄宿学校 宗教国民中学 政府资助的宗教学校 大马体育学校 洲际体育学校 还有大马艺术学校 而在这期间 因为之后就是哈之节快要到了吧 政府其实也允许寄宿学校的这些学生 回去庆祝哈之节的 这个是国内学生的情况 在国外马来西亚的留学生 面对这个窘境 尤其是在美国 那外交部长西沙穆丁有说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1 公布2020年秋季班留学生 是不能够留在美国上网贺的这个新规定 影响了超过6000名 在美国各个教育机构求学的大马留学生 他说政府关注这件事情 而大马驻美国大使馆 就已经在星期二的时候 在这个华盛顿特区发布咨询 促请大马留学生 是直接向各自的大学 了解他们在秋季学期的情况 而西沙穆丁有说 其实大马是前往美国留学的 第三大人口国 是非常多人的 所以我国政府就希望 美国当局是可以重新去评估 你这个新规定 因为你可能真的影响太多了 对会影响非常多的这个留学生 那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 今天最新的疫情的情况 那结局今天中午十二点 我国是新增了六宗的确诊病例 是一直维持在个位数 累计8683宗 那卫生总监诺西山就说 今天的新增病例都是境外输入 包括五名的大马公民 一名的非公民 也就是说呢 我们是继续维持零本土感染的 还记得昨天那颗鸡蛋吗 今天就继续维持鸡蛋 那我国目前呢 其实还有63宗是可以传染别人的活跃病例 那今天是有13个人出院 累计8,499人 我们的全力率就97.8% 而这个死亡人数呢 是继续维持在121人 好今天现在我们问的是 没有向公司委员会注册 就在Facebook网招生意是违法的 而且可以受兑付 你认为呢 今天呢我们有77%的朋友呢 是点选love的选项 就是赞同兑付为例者 减少网购诈骗纠纷 那23%的朋友呢 是投给现在行情插帐 生活也不容易 应该先网开一面吧 我看到留言方面是还蛮多的 你知道吗 真的很多留言今天 风月潮就说 很难两全 平台有真有假 生意有大有小 无论怎样购物者 就是你自己还是要小心 对其实在网购之前 也是要做功课的 其实不管是不是有注册的 我觉得你自己也是要留意 因为他有注册 可能也会设骗局的 对对对 所以大家还是要非常的谨慎 对要谨慎 那Win也认为说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两难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上网买东西 很多人上网卖东西 然后很多呢 可能就是兼职的家庭主妇 还是这样子 就如果是这个注册的话 因为对他们来讲 会是很尴尬的情况 我可能只是做兼职 那我还要去注册 我原本可能还有另外的 就是原本的正职这样子 所以他就觉得好难啊 是 SK中就说 你看现在生活很艰难 暂时放人意嘛 那可是Anna Dunn 他就说 要做生意其实就是要公平 和跟着程序嘛 对耶 那李子兆他就认为说 应该要强制这些商家呢 先网上注册商标 才可以开始做生意 不过其实这个 因为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开户口 其实要说到管制这个部分 其实当局也是要有这个机制 确实 对 但是现在还就跟你说 我会盯紧你咯 对 他就发出警告 如果你随便犯了一些错误的话 可能就被盯上了 对 而且像当局现在提出的这个文告呢 其实也是因为收到投诉 是 就网民开始举报了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啦 如果你还有一些能力的话 就是可以去注册的话 其实现在注册很简单吧 上网你就可以去注册了 就去SSM 对 chiplew.ssm.com.my 对 有任何的疑问啊 或者是你想要看到更多有关于这个注册的详情啊 在上面都有的 所以大家做生意之前 还是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个规矩吧 因为你让顾客方行了 那你生意可能也会陆续有来 这个也是 会不会这样 给大家安心了 我是有注册的公司 对对对 好 我是冠贤 我是心里亚新睿 我们明天晚上七点半继续在九波八 这边给你整理一天的新闻